新加坡是世界文明的Fan City 为了规范公民的行为 在市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一系列法规加以约束 而新加坡高强度、快节奏的生活 也使都市人权倍感孤独 对拥有一只宠物的需求日益增加 我们先来看看在新加坡拥有一只狗狗 你需要做什么 新加坡80%的居民都生活在组屋中 负责管理组屋的执法机构建屋发展局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 以下简称HUB对可饲养的宠物类别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组屋住户不可以养猫 因为它们很能被禁锢在公寓里 而如果让猫自由活动 它们极有可能会在公众区域掉毛和大小便 并且发出求人的叫声 这些行为会对其他住户带来影响 狗主人们想要在组屋中养狗 必须获得HUB的许可 并取得动物与寿衣服务局NPX Animal Visionary Service 以下简称HUB是颁发的宠物许可证 并且要让狗安全地待在组屋里 照顾好它 以防它乱废老民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加强监管 针对组屋养狗的行为规范和潜在问题 新加坡政府明确了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和监管范围 会不专门负责贯责落实义物义狗法则 如果住户违反了法则养了多只狗 或还归名单外的狗 将会被处于最低4000星元 一星元约害五元人民币的罚款 奥斯负责颁发狗的牌照 以及对追逐 饰咬兰的狗及足人采取执法行动 比如一屋一狗 出门虚钻绳 带嘴套 喝不对在组屋中能饰养的宠物类别 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在组屋中 只能饰养一只经过检测机构评估 杀伤力很小的中小型群种 肩宽40厘米以内 体重10千克以内 在市宅中则可以饰养三只狗 如果超过三只 超过的狗扮你一张三年的牌照 需要460星元 所有狗都需要持有身份证 并且法律规定的五种 在公共场合 必须穿出并带上嘴套的大型犬 斗牛梗 杜冰犬 不羊犬 罗威纳犬 狗 如果被发现或被举报 没有遵守法律 狗主人会被处于500星元的罚款 如果狗重复犯罪 会被处于1000星币的罚款 在新加坡常规的宠物品种 只有4种 猫 狗 兔 家养的组类 这些可以在宠物店轻易买到 另外根据野生动物法案 任何人不得出售任何野生动物 除非得到野生动物管理局局长的书面批准 里面大概有 龟 蛙 虫二十余种 这些物种只可由宠物店或农场 分别根据动物及寝鸟 宠物店及宠物展规则 及动物及寝鸟农场发牌规则所界定 或根据动物及寝鸟法令 领取了牌照的进口商出售 这些宠物店 养殖场或进口商 养殖物的责任给出了明确的定义 养殖物是一个忠贞的承诺 也伴随着责任 不是为了看家或者作为礼物 在动物福利守折中 对宠物主人的行为有合理的规范 在家里 要给予宠物充足的照顾和陪伴 定期护理和培训宠物 在公众场合 要铲子消毒 戴嘴套 不能给他人带来麻烦 此外 要为宠物制作和植入微信片 以便追踪走私的宠物 所以新加坡的草地虽多 却见不到一点狗屎 阿夫斯关于养宠的提示 养宠物是一项终生的承诺 并且伴随着责任 您必须准备好投入时间 金钱和护理 才能拥有一只健康的宠物 并享受拥有宠物带来的幸福感 如果你无法充分养活宠物 请三四而后行 抛弃宠物在新加坡是被严令禁止的 如果无法继续照顾宠物 阿夫要求主人预留出几周到几个月的时间 在新朋友好友或社交网络中 为宠物寻找新主人 实在找不到就将宠物送交给 阿夫斯指定的几家NASG组织 如Action for Singapore Dogs Animal Lovers League Punny Wonderland Singapore等 宠物丢失后也要及时更新在系统中 并积极寻找 如果主人任由宠物遗留在外 已经发现将被处于最高5000新元的罚款 新加坡法律针对虐待动物的惩罚也足够严厉 动物和飞行法令规定 虐待行为一旦被认定 宠物主人将被处于最高1.5万新元罚款 或最长18个月监禁 或两者并罚 若非出犯 则将被处于最高3万新元的罚款 或最长3年监禁 或两者并罚 在新加坡虐待一只动物的犯罪成本 约等于虐待儿童 新加坡法律规定 虐待儿童将被处于4000新元的罚款 或4年监禁 或两者兼尸 阿夫斯作为宠物的娘家人 为了宠物们的身心健康操碎了心 在2018年 新加坡街头的流浪犬多达7000多只 为了解决根本性问题 阿夫斯要求主人认购或类养宠物前 需要考虑清楚并填写一张问卷 你的所有家人都愿意养宠物吗 哪种宠物适合你的生活方式 是否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生存空间 时间给予宠物 做好在宠物预期 导命你照顾其中生的准备了吗 这份问卷 需要提交到事物主存档 阿夫斯给予了石操中的案例 如果这只狗来自韩代 新加坡温暖的天气可能不适合它 比如西伯利亚哈士奇和阿拉斯加 他们拥有厚厚的皮毛 主人必须定期梳理和修剪 确保他们的皮毛不会纠缠在一起 物理要保持凉爽 让他们觉得更舒适 另外又是推荐领养代替购买 如果选择购买 潜在的宠物主人必须由宠物零售商评估 他们是否适合照顾宠物 授权筛选完毕后 买家和零售商都要填写宠物购买声明PPD表格 当零售商在完成宠物所有旋转让时 新主人必须通过宠物动物许可系统PILOT完成在线宠物购买声明 买回家后 就该授予上场中和体检和评估宠物健康状况 新加坡法律虽然没有对宠物绝育做出强制规定 但是在发牌上做出了区分 为一只绝育的狗办理两年牌照只需25新元 而为绝育的需要165新元 针对公积型权类 办理牌照时不仅需要提供不低于10万新元的保单 而且需要银行提供2000到5000新元的担保 可以想见 这一套繁复的手续走完 新加坡烈性权主人对宠物行为规范的重视程度会得到显著提高 新加坡当局也会定期征求民意 贺布本不允许住户养猫 这项规定自1989年颁布以来至今已持续34年 虽然很多人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偷偷养猫 吸猫 但是吸猫意思 借猫已是 新加坡主屋居民正在努力争取能合法成为一名猫奴的权利 新加坡国家公园管理局NPRX下所的动物兽医服务局RFZU2022年9月发起了一项公共调查 以征求公民对新加坡改善宠物和社区猫管理方法的反馈 这项公众调查受到了3万多份回复 近90%的受访者认为猫适合作为宠物饲养 猫应该被允许作为宠物饲养在主屋中 超过80%的受访者同一宠物猫应该安装芯片并获得许可证 可以改善猫的健康 福利和可追溯性 可以看到新加坡的动物管理法制 从主人齐心动念拥有一只宠物开始 就从心理上让主人做好准备 并将可能出现的风险量化到的牌照 保险和银行担保中 面对具体的行为也分别将执法权利和范围 落实到三大监管机构 明确的对应罚款甚至监禁 并且经常抽查狗主人也定期抽样调查名义 根据最新情况更新法律 值得注意的是 为了避免狗狗被直接遗弃 出了罚款这样的强制措施 新加坡政府也给出了解决方案 新加坡的宠物收容所由阿布斯评估和背书 环境整洁、规范 而目前国内的大多数圈内收容所 却更像个狗狗集中营 环境简陋、拥挤 狗主人都不忍心把狗送去 甚至觉得还是大致然好 这也是造成流浪犬日益增多的原因之一 在起草动物福利守则时 参与自定守则的新加坡宠物企业 及贸易商协会赞助人伊尤瓜·库昂说 我们制定守则时 尽量不拘逆于规范 更多界定什么是好的福利标准 参考了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英国的现有守则 并根据新加坡的环境和气候进行了调整 更重要的是 与其试图使守则真正具有可执行性 不如说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 对宠物进行护理和管教是基本的义务 随着社会上拥有宠物的人予率俱增 宠物伤人的案发率也会提高 狗的问题本质上还是人的问题 养狗人不能因为是自己的狗不懂事咬人 而不是自己亲自咬人 就弱化了这一行为的发生力 经属于故意伤人的违法事实 相关部门要加强执法环境的完善 我们每个狗主人 也要拴好自己心中的狗链 宠物是人类的好朋友 特别是经过疫情三年 宠物给予了人类很大的情绪价值 是当代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子 事件的出现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应该理性面对穿透现象 尽快因地质疑 完善法律法规 给宠物和人类营造更和谐 安全的共存环境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